目前安卓微信跳过了8.0.52版本 直接发布了8.0.53测试版 这次的更新也有一些新变化 首先,可查看好友的添加时间 与iOS微信一样 点击通信录中好友的头像后 选择更多信息 现在界面中多了一个添加时间 不过它只有年月 并没有精准到具体时间 订阅号进行优化 在订阅号界面 它的顶部为常看的号 以前点击头像后 是进入该订阅号的主页 但现在点击后 下面则是历史推文 音频界面进行调整 现在音频界面中将显示头像 下面还有关注按钮 点击最下面的文章 将进入播放器界面 从发现界面进入搜一搜后 现在它这里多了一个搜索发现 里面是一些你比较感兴趣的话题 进入后我们还可以修改话题 在我的界面中 之前的订单与卡包 变成了小店订单与卡包 另外部分小程序右上角 加入了翻译功能 此外淘宝宣布支持微信支付 不过以上部分功能 还在灰度测试阶段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自己 是否有这些功能 好了 本期视频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